传道弟兄姐妹 线上的同龄 大家平安 感谢神能够祝福保守我们平安过了一天 我们难得的再一次领受从神的恩典的上市 在这边共同聚会来敬拜神 晚上就要用确信末世的救恩做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勉励 我们首先就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阿摩斯斯第八章 阿摩斯斯第八章的十一节 跟十二节 阿摩斯斯八章十一节 主耶稣神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击方降在地上 人饥饿 灰阴无饼 干渴灰无水 乃因不听耶稣神的话 十二节 他们必漂流从这个海到那个海 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稣神的话 却寻不着 从刚才我们所看的两节的经节 这是在旧一世代 先知阿摩斯他所提出 由神而来的感动的话 主要提到那个时候 人啊 物质是可以饱足 可是人啊 却得不到心灵上的饱足 为什么会得不到心灵上的饱足 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节看出来 重点在于他们不听神的话 虽然他们到处漂流 仍然找不到神的话语 当然他们的内心 心灵上就虚空了 在这种心灵空虚的状态 是一种人身体的危机啊 人很怕心灵上带来那个空虚感 我们最近都知道有疫情的发生嘛 所以有很多人都闷在家里 甚至有的人呢 感觉到那个已经快要忧郁症了 这是因为心灵上的空虚 没有跟人互动手 造成的一种现象 如果人长久在这种情况下生活 会带来这种身体上的健康危机啊 因此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节来看啊 阿摩斯先知就提到说 主耶和神 祂日子将到要命那个饥荒降在地上 我想这是因为心灵上没办法得到盖善 当然他们就寻不到神而来的心灵上的安慰 这就是人啊 那种虚空的感觉啊 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名字叫做撒该啊 根据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所记载 这个撒该啊 他是一个财子 所以呢 这个财子呢 他因为是税利党 可是啊 在他个人的物财上 应该是没有缺钱才对啦 但是呢 他心灵上一样是空虚 所以这个撒该啊 他为了要寻求心灵上的安慰 他去找谁呢 根据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三节开始 他首先就已经听到 有耶稣要经过 所以他当他看见啊 民主要经过这边的时候可惜啊 他的声量比较矮一点啊 他为了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慰 就顾不得他的形象啊 他就爬到山树上面去了 果然主耶稣从那边经过啊 主耶稣就叫他说 撒该 你赶快下来 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啊 我想从这个撒该他的经过啊 可以看出人的心灵虚空啊 你就是要去学习撒该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要来享受从神而来的救恩 尤其啊 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末世的救恩 救恩就是属于神的恩典的救赎 所以刚才我们有看过 这个阿摩斯先知提出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情况 是处在那种很无奈的一种情况下 所以以色列百姓啊 无奈又无助啊 最主要就是没办法去寻求到神祂的真正救恩啊 从圣经可以看出来 这个救恩呢 是从旧一 在伊甸人就有的一种神的救赎工作 并不是只有在末世才有的 所以啊 我们从圣经去了解到 原来啊 在旧一时代就有神的救恩啊 根据圣经创世纪里头的记载 当时这种救恩是从伊甸人开始 因为我们的使主 他们不听神话 患罪了 但是呢 神的救恩 仍然能临到了他们 后来啊 他们这个人啊 生养众多以后啊 来到了罗亚时代呢 开始就变本加厉啊 所以根据《创世纪》的六章里头在记载 当时的人就充满了暴力 而且所生活的呢 连神的儿女啊 都好像啊 那个不听神的话 去生活在他们的人的当中啊 所以在旧一呢 我们就可以从伊甸人看出 一直来到了先知的时代 我们也可以看出 神他的爱就是这样子 一直不断地在世人的面前 一直在进行着 比如原本是从一个人开始进行 然后就进行到亚伯拉罕的一个家族 然后演变到整个以色列百姓 然后呢 从整个以色列百姓啊 就选出选民要成为救赎的一个版本啊 所以整个过程上可以看出啊 选民啊 他们呢 仍然不听神的话 所以来到了选民的时代啊 选民啊 他们呢 他们仍然是悖逆啊 来违背了神啊 这就是看出 选民啊 他们的悖逆啊 当然啊 他们就比较困难地领受 从神而来的救恩的应息啊 保罗曾经有写过一段啊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 罗马书九章的三十一节 罗马书九章三十一节 跟三十二节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缓得不着律法的义 三十二节 这是什么缘故呢 所以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主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 绊脚石上 这就是看出 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悖逆啊 保罗在这边就提出有关的选民啊 他们啊 都一直主凭着行为啊 我们看到保罗所写的这些经文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里头 主耶稣已经把救赎的恩典传在世人的面前 可是当时的众人啊 就一直站在保罗的面前争吵 那争吵什么呢 争吵要行割 要进行那个割礼啊 所以啊 就早晚啊 天天啊 都吵着保罗啊 要带百姓啊 来行这个割礼 所以已经来到了 主耶稣传福音的时代啊 所以看出 当时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悖逆啊 是很长久的一种现象 真的 神的救恩也没有停止 所以保罗他 在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有关于割礼的事情 也真的让保罗非常地烧脑筋啊 也因着这个缘故啊 圣灵的带领之下 后来啊 保罗啊 后来啊 保罗啊 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 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之下 就来开一次的会议 那开了这次会议就记载在 俗徒行传的十五章啊 十五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 我们来看一下 俗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扫的 二十九节 就是禁忌这偶像的物和血 并惹死了牲畜和奸严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忌不坏 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从刚才所看的这两节经节 我想每次在灵恩布道会啊 圣餐礼结束的时候 传道人都会带领我们来看这两节经节 这就是因着保罗在圣灵带领之下 所开会 所做出的决定 那这个决定重要吗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我们教会就一直允许的保罗所开会的决定 因为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救恩 因为这个救恩是应许给我们的 我们也刚才看过保罗在叙述有关以色列百姓 他们只追求那个绿法 结果保罗就说了 缓不得律法的义啊 所以保罗就说 说他们呢 主凭着行为 不凭着信心 今天啊 我们教会啊 在弟兄姐妹都大部分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救恩的应许 曾经有听过 比较顽皮的同龄啊 他说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什么异象 我从来都没有领受从神而来的什么的应许 甚至呢 我都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体验啊 因为可能啊 我在想 他还故意啊 来找话题啊 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啊 那么的调皮啊 所以我就用另一个角度啊 来跟他 请他回答 我说 那你有没有得圣灵啊 他说 有 那我问你 那这个圣灵是代表什么 他说 主耶稣是的 就对啦 主耶稣是给你圣灵啊 这么宝贵啊 别人求的 拼命求的 得还求不到啊 那这个就是应许啦 这个是给你的意向啦 那你还要什么特别的意向啊 讲到后来说 没有啦 我是说 我都没有像人家 我什么看意向啊 做意梦啊 我说 你天天得平安 在平安的日子生活 那这个不是意向是什么 只是没有像那些旧时代的先知说 哇 在睡的时候 让你看啊 让你 跟你对话啊 主没有这样吧 其实啊 神在带领人啊 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 说真的 单纯的领受啊 凭着信心领受 我想这种恩典啊 比什么人还要丰富啊 所以啊 我就跟那个亲人讲说 好啦 那不然你再回头看看你的爸爸 你的祖父啊 他们是怎么样来信耶稣的啊 因为在他们的时代 比较困苦啊 医药也不发达 所以神就只有病痛啊 来治好你的阿公啊 你看 你的爸爸生意也做得这么好 你知道你爸爸用多少心气向神祷告祈求吗 因为你爸爸配得这份赏识啊 这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到 神的恩典是无穷尽啊 因此呢 我们可以从圣经记看出来啊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是从救恩一直到新恩典 都有祂的救死的恩典 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 耶利米书31章 耶利米书31章33节 耶利米书31章 耶利米书31章33节 耶路那些日子以后 我以以色列加所列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 写在你们心上 我要做神 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主名 三十世杰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色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阿神 因为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自大的多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阿说的 从刚才我们所看三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出在旧一时代 神就曾经向伊利米先知就提出神的救恩 而且这个救恩又有它的特点 我们再看三十三节 在三十三节的上半段 上面那一句 这边特别强调 说要立心耶 然后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 写在你们的心上 简单说呢 就是要把神的律法写在心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律法原本是写在哪里 律法原本不是写在心上 律法原本是写在石头上 把这个律法就领布给摩西 把这个律法就领布给摩西 所以呢 以前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面 那现在神就透过先知讲 要把这个律法写在心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 等于是把神的律法烙印在我们心里 我想我们都有在用电脑或者是这个手机 因为是成为我们的一种计数本 虽然我们亲手去操作 去记物 可是有时候我们事情很忙啊 结果就忘了 这是因为用在我们的工具上面 你有时候忘了 如果你把它忘了 也许把重要的事情也把它忘了 好 这件事情因为很重要 你就把它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那就不一样了 等于在你的脑海中有所记忆啊 所以有很多要去墨写啊 就是因为你放在脑子上面 所以你马上可以墨写出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神的律法 生活在你的行为上面 因为保罗也曾经说过 这个律法总结就是基督啊 因为保罗也曾经说过 这个律法总结就是基督啊 行为画出来 今天啊 我们会看出 以色列的百姓 包括文士 包括法利塞人 为什么神不欣赏他们 为什么神不欣赏他们 他们是文士啊 对经文 经理 经节的律法 非常地清楚啊 非常地清楚啊 可是重点没有行为 没有把基督的亮光啊 行为画出来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教会领受很多很多的道理 我们呢 在生活上 你要把平常所听的道理 去把它行为画出来 所以哦 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 哦 这个听听道理哦 这个表达得很好啊 不错 尤其像我们洋传道他比较厉害 他都有画一些图啊 这个就表出来啊 尤其像我们洋传道他比较厉害 他都有画一些图啊 这个就表出来啊 这个重点就是增加我们的记忆啊 不是讲的 哦 很好听 很好听啊 不是只有说 哦 这个图 哎 很好看啊 重点你在于 有没有把神的道理 行为画出来 这个就是有把律法塞在心上 所以呢 保罗啊 才讲到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甚至主耶稣来到世间 他也在不断地强调 主耶稣来到世间 他为了要成全这个律法 甚至呢 要完成律法的要求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啊 我们不是去拼命据这个律法 认真听道理 可惜就是没有行为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生活上面啊 圣经也不断地免疫着我们 我们要兼顾律法 因为兼顾律法呢 本福恩啊 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啊 因为这么做 我们才可以活着基督的显现 我们再看回到那个耶利米苏的31章 我们再看33节的下半段 下半段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要做我的主民啊 这个重点就是要建立父子关系 这个建立父子关系 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信的基督 都是从神而生的 这是根据约一书五章的一节所告诉我们 那今天呢 我们也因着从神而赏识的这个圣灵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 加拿太书第四章 加拿太书第四章的六节 4章的六节 4章的六节 你们记为儿子 神就差祂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只是靠着神为后子 这段圣经给我们非常有力的见证 因为圣灵来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啊 所以呢 过去在旧一时代 这个耶利米先师所讲的 要建立他的父子关系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实现了 所以弟兄姐妹 有很多都已经领受从神 特别赏识的宝贵圣灵 成为一种我们灵战的武器 可以让我们得胜恶者 所以主要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去传福音 更可以去医病赶鬼 尤其我们传道人站在这个工作的地线 这种圣灵的见证的这种体验更多 那我们再看回到伊利米书的31章的34节 在34节那么长的重点 我把它归纳起来 这个就是说呢 大小多必要认识这位正神 因为在神的带领之下 神亲自借着他的选招来呼召这些流利失散的这些痛苦的人 这是圣灵的亲自教导我们 这是圣灵亲自工作的带领 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努力祷告 我们对神的体验跟认识就更丰富 所以当你这种体验丰富的时候 你会对神的那种感恩是无穷尽的 所以从刚才我们所诉说的这些 都告诉今天都是属于恩典的时代 我们只要努力去体验神与我们同在 多读圣经 多祷告 你就会感受到主真的在我们的身旁 来看顾陪伴着我们 那今天我们知道末世已将即将到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疫情真的有所体验 甚至从今天的世界各地的局势来看 甚至从地球这个软化都可以看出来 真的已经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了 地球的寿命也即将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警醒的时刻 我们要把握今天主对我们的救世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啊 真的要不断地追求成长 在真理 在真理 在圣灵 在神迹的见证之下 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救恩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啊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从神而来这个救恩啊 是一种人生的力源啊 就是一种力量的源头啊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以语所书的三章 以语所书的三章 我们看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十六节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新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很有力的鼓励啊 因为神的力量是靠着神丰盛的圣灵啊 所以当我们新的力量刚强起来啊 我们对神的救恩就感受得更加的明显啊 我们再看二十节 这一章的二十节 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一段圣经在更有力的 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 因为神的力量的运行 成为我们一股很强的力量 我在四年前 这一在协助 注目 英格教会 这个体验就是要讲那个邪灵的 护照的人 把他赶撒蛋 我在很早以前 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啊 那另外一个传道 他的体验就没有我的那么多次 另外一个执事呢 他第一次来感受到这种圣灵的力量 因为帮他赶撒蛋 已经祷告很久了 结果他太累了 他就躺在那个地上 那我们呢 就三个人 就同时来一起 哄罪书士民 给他赶撒蛋 结果当我们三个同时 给他赶撒蛋的人来撒纳 他本来是平躺 结果一下子 一刹那 就直直地就跳起来了 就躺起来了 因为我有所体验过啊 那另外那个执事 因为他比较年轻 他还刚案例 案例不久 他说 他今天真的体验到这个圣灵力量 实在有够强啊 他大概差不多五十多岁了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他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敢撒旦的现象 所以他才一直赞美说 哎呀 感谢主 我们信对了 我们果然有这么强 有力的这个圣灵在帮助着我们 所以今天说真的 我们要把握机会啊 要来共同享受主的救恩啊 好 那晚上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 我们一起唱诗 两百零八首 二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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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八